各位你們好,歡迎收看KMSLive頻道,我是阿蘇,Johnny So。 各位你們好,現在是2023年2月份,今天想和大家說說從珠海拱北口岸去澳門的過關流程。 首先中國公民是需要持有往來港澳通行證才可以過關的。 各位一定要注意證件的有效期限,如果過了期是不可以用的。 然後我們要去入境處進行個人旅遊的澳門加簽。 這裡要注意是每三個月可以加簽一次,而每一次去澳門逗留的時間是不可以超過7天。 建議大家出境24小時之前下載這個小程序作健康申報。 安裝完之後我們會看到這個標誌,我們按進去。 大家會看到這個窗口的出現。 然後我們在出入境衛生申報那裡按進去。 這個畫面我們選擇我知道了。 這裏要選擇我們是出境還是入境。 如果從大陸去澳門,我們選擇出境。 相反就是入境。 下面就要填寫個人資料。 然後填寫我們有沒有乘坐交通工具。 以及填寫自己的聯絡方法。 以及緊急聯繫人的聯絡方法。 然後就是填寫14天之內去過的地方。 如果我們沒有下面的症狀,就填否。 假如有的,就要如實填補。 因為現在出入境已經取消了48小時的核酸。 所以第五項我們填陰性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在紅色字前面打勾。 然後提交申請。 然後大家就會收到一個二維碼。 我們可以截圖用作出入境之用。 到這裏,整個流程就結束了。 希望大家出行愉快。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覺得這個視頻對你有啟發的話, 記得給我點贊、關注和評論。 我會用不同的角度帶你去看這個世界。